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去探讨影像这个媒介 它的一种观看方式 我希望对这个观看方式进行一种不同的可能性的实践与实验 大家好 我是此刻发生了又被大雾遮住的导演康凯文 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去重造光运的第三空间 简单的来说 光运它其实是文雅民提出的一个概念 然后光运的它的特性是距离感和暧昧性的存在 而第三空间它是爱德华提出的一个概念 它的意思大概主题的特性是 一种现实与意识的不一样的差异的一种空间 我希望这部片子能够以流水的形式 以水样游动的活动方式去将观众和影片相互连接 然后我通过拍摄日常生活的片段 以及一种诗性的一种非线性叙事的叙述方式 这两者相互穿插的进行 这也对应了两种观众不同的观看方式 我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带着观众 不断地出神又回神 我将这个所有的结构 构建成一种出神回神的结构 然后这部影片的内容 它其实是关于一种暧昧性的存在的 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的同时 它会试图去寻找一种清晰的边界 一种非常明确的定位 但是它最后会发现 所有的东西它都被大物所追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